来关心淡水北海岸的重点新闻 今天上午在淡水区的油车里活动中心 由红树林序位有限电视与油车里办公室 一同举办岁末年终共参搓汤圆活动 而现场市议员也一同来共襄盛举 将回馈精神与资源落实到地方的各个角落 今天上午在淡水区的油车里活动中心 一群婆婆妈妈们鞠躬正在搓着汤圆准备过节 而现场除了里长之外 今天这个活动相当特别 是由红树林庶位有限电视与油车里办公室一同举办 红树林表示为了回馈地方相亲 不只是感谢里长给了这个机会 让在地企业提供三万元加菜金一同来共餐 更与大家一起搓汤圆 今天的搓汤圆不是冬至 因为我们是睡末的一个感恩的节日 那我们感谢长辈们的参与 感谢志工的志工团队的协助 让我们共餐能够圆满 就是今天借着搓汤圆的时间 那还有请我们请外汇来做一个共餐 就一个结束 那一个年度的结束 那明年度再重新开始这样 有车里里长唐立华表示 今天特别在星期三举办 虽然冬至已经过了 但是为了象征一整年的圆满结束 因此才会举办搓汤圆活动 而我们因为不管是阿公 还是婆婆妈妈们都准备了一个 早上的面团材料 端出来大家一起搓汤圆 现场市议员也一同来共襄盛举 而另外正在立项议员 更带来了橘子水果 那红树林有线电视也来共同举办 红树林有线电视 他平常在礼内 常常举办的各个礼 他们都有参与这个共餐 举之社会 用之社会 真的是非常感谢红树林 那正在立香 今天也很开心的 买一箱橘子来参加 让我们的礼民 我们的好朋友们 看到橘子就感觉到说 大吉大利 那也是象征一年的一个圆满 那我想也是在 今年过程中 把过去可能不如意的事情 都把它送走 那最后呢 图得一个圆满的一个意义 所以我想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我认为呢 不管是对长者 或是对一般的民众 我们都应该 平常的时时都可以来举办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像我今天来 就也来自己亲身体验 这个搓汤圆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我想是现代社会 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去体验的 我觉得有时候呢 来体验这些 了解过去农忙社会的一些工作 今天很开心的看到 洪树林跟我们 油车里来合办 老人共餐 那不只是提供 丰盛的这些午餐的菜色 那甚至还带着我们老人家 来搓汤圆 来过一个圆圆满满的一个年 过了一早的搓汤圆 还有社区妈妈带来精彩的表演 虽然今天淡水相当寒冷又下雨 但油车里非常热闹 洪树林有限电视表述 身为在地的有限电视业者 希望以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精神 将资源回馈地方 将提供地方里长共餐的经费 未来更希望将这样子的活动 陆续的与其他里一起举办 将回馈的精神与资源 落实到各地方的角落 记得许多爱因 带出三文化道